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这本该是7月17号下午2点钟进行的比赛 但由于打到晚上7点钟都还没分出胜负 最终5比4旁军旭领先暂停了比赛 让晚上的这场比赛先打 打了他们再继续比赛 那么马开伦上来搬回一局 现在是5比5打成平手 最后一局了 一局定胜负 非常精彩的比赛 还是这种决胜局好看 考验的不单单是个人的技术还有心态 那么大家帮视频点点赞 咱们一起来看球 这边2428都差不多 来说一下奖金 16强的奖金是17500万 8强的奖金是35000英镑 足足多了一倍 交手记录 交手记录的话 旁军旭马开伦有一次 旁军旭赢 排名的话 马开伦世界排名第一 哎 这球没打进 哎呀 那就落球了啊 落球了 来 看旁军旭的吧 他被开了好了呢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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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上手会不会暴龙比赛 可以起完是有的 角度出来了 来K球因为这三个王球是没有当下的 来K球看能不能可以出机会 应该出了机会 果然 好进攻继续 再来K球 再来K球 这效果没有出来 52 25 27分的差距 这球要做防守 台面还有43 方进心 24 4 嗯这样的话非常被动啊人家马开轮进可攻退可防是吧 打进 咖啡球做坚硬 没打进 拆沙姆球看来旁军序这根球需要进攻的了 好来看准度这球所以这个距离算长台了是吧 这在篮球点位是吧 那母球离篮球点位那么远算长台了 漂亮 算上分数台面上还有35打黑球才能延分 所以说咖啡球必须要叫到红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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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还在再玩一会 好就还在你看绿球黄球粉球 粉球好像还不错 看似有点乱啊 实则也还好 要干嘛把黄球给打出来 落后32 这这这这是有机会的啊 必须要进攻了 好就要粉球的话分数是够的 最后的收拆球不会是这样结束了吧 7 9 好球好球 篮球篮球这边他不伸手 哎还有点小悬念 哎悬念来了 像这种球啊 进球点的话他不太好找 嗯果然出问题 那我心里想什么他就来什么 像那样的球他不好找进球点的 我去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打了啊 直接超分 旁军逊 直接赢球了 闯进八强 啊真的是太戏剧性了 这局 决胜局 啊 恭喜旁军逊闯进八强 恭喜啊 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